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听的时间了 今天要读的是《约伯记》第33章 约伯啊,请听我的话 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 我现在开口 用舌发言 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成的正直 我所知道的 我最诚要诚实的说出 神的灵造我 全能者的气使我的身 你若回答我 就站起来 在我面前成名 我在神面前 和你一样 也是用途造成 我不用为眼睛下你 也不用势力重压你 你所说的 我听见了 也听见你的言语说 我是清洁无过的 我是无辜的 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 神找机会攻击我 以我为仇敌 把我的脚上了木狗 亏查我一切的道路 我要回答你说 你这话无理 因神比世人更大 你为何与他争论呢 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 神说一次两次 世人却不理会 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 神就用梦和夜间的意向 开通他们的耳朵 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 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 不行骄傲的事 男主人不陷于坑里 不死在刀下 人在床上被撑至骨头中不住的疼痛 已知他的口咽气食物 鲜艳无美味 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 先前不见的骨头都突出来 他的灵魂临近深坑 他的生命尽于灭命的一千天时钟 若有一个座船化的雨 神同在指示人所当行的事 神就给他开恩说 救赎他免得下坑 我已经得了暑假 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 他就烦恼还童 他祷告神 神就喜悦他 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 神又看他唯一 他在人前歌唱说 我犯了罪 颠倒是非 神就信于我无意 神救赎我的灵魂 免入深坑 我的生命也必见光 神两次 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 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 使他被光照耀 与佛人一样 约伯阿 你当侧耳听我的话 不要作声 等我讲说 你若有话说 就可以回答我 你只管说 恩我愿以为是 若不然 你就听我说 你不要作声 我便将只会教训你 今天的读经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一起读经喔 拜拜